剁椒鱼头,不要老是争着吃了 给大家分享一个更简单的做法 香辣美味,而且保留了鱼头更大的鲜味 首先,我们选用一条处理好的花莲鱼 从头部下来第三指的地方给它切断 然后打上一些花刀,使它更加的入味 来点白胡椒粉 料酒 给它涂抹均匀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鱼头里面的腥味 接下来,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锅中倒一些食用油 倒一些姜蒜和洋葱 给它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,我们放一把金针菇 再放上鱼头 再准备一包对岸的知名剁椒酱 铺在上面 有定爱卖场有卖剁椒酱 盖上盖子 沿着锅边来点花雕酒 再给它调成小火,煮15分钟 15分钟以后,我们来点蒸鱼室油 撒点葱花,点缀一下 这样一道简单易学 好吃右下饭的剁椒鱼头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,也欢迎点赞收藏支持 需要剁椒鱼头的香料与调味料 欢迎上网搜寻柳丁爱